让男人无法忍受的六个小动作 中三条以上,他绝对嫌弃你 第一,特爱唠叨,喋喋不休 虽说女人天生爱唠叨,可也得掌握个度 别葬着男人的喜欢,就无限制的喋喋不休 脾气再好的男人,也经不住口水乱喷 终有一天会彻底爆发,选择离开 第二,爱攀比,不切实际 适度比较,有利于激励个人努力,过度攀比 那就只能身心俱疲了 比衣服,比包包,比手机,比汽车,比房子 女人说的眉飞色舞,男人被逼得愁眉苦脸 第三,爱追问男人的过去,刨根问底 动不动就追问男人的过去 特别是她的前女友,男人不说 那就是不坦白不爱她,作天作地 男人说了,那就变完蛋 原来你有过这么多女人,我算什么 足够让男人头痛到爆 第四,控制男人的手机,全都是你 男人的手机成为女人的私有领地 微信头像是你 桌面壁纸是你 手机铃声还是你 别这么做了 很多时候,这真的不合适 只能让男人成为朋友圈笑柄 第五,紧紧绑住男人,不给她私人空间 或许是很爱,女人紧紧地绑住男人 不允许她单独活动,不给她一点私人空间 别再傻了 男人并不会由此感受到女人的爱意 而会因为被限制自由而极度反抗 第六,赚钱很少,但花钱毫无节制 这种女人不赚钱或赚钱很少,却活得像个贵族 花钱如流水,毫无节制 不光花男人的钱,事不罢休 甚至欠满卡债 这样的女人,男人敬而远之,避之不及 有以上这六种行为的极品女人 注定被男人甩 谁取谁倒霉 千万别等男人厌恶你了 才发人醒悟,及时改变自己吧